福興新生系列,細雪本草 是由漿州片仔王全力支持 趙教授,說起桑,我們中國人最熟悉 因為自古以來我們已經用桑葉去養蠶 蠶套出來的絲就會加工 造成一些絲綢製成品 然後就通過絲綢之路運到西方 現在我們經常講一帶一路 是啊,其實談到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源自於蠶,蠶又離不開桑 其實我小時候我就養過蠶 當然這個桑葉除了為蠶以外 它是一個非常常用的中藥 是乾什麼呢?可以疏散風熱 有個常用的中藥,桑菊飲 這個是非常常用的 你看這樣一棵小小的植物 一棵樹,其實它可以長得挺大的 這個上面的這個果實 我們叫的桑腎 實際上是它的果絮 這個你吃過沒有? 有啊,因為經常在超市 我們都會買成盒這些桑子回去吃的 其實談到這個桑腎 它是不乾腎的一個非常好的常用中藥 可以把它,新鮮的時候也可以吃 做乾了以後可以做成那個果譜 其實這個說起來它一身是飽 桑枝也可以用中藥 桑枝主要是常用中藥 用於去蜂落 桑白皮它的根皮可以做什麼呢? 是可以平喘利水 所以祈禱我們的這個中藥 它可以一物多用 我又想起另外一種的植物 蓮花 蓮子又有用 蓮藕也是有用 我們中藥王國裡邊 植物王國裡邊 很多都是一物多用一身是飽 就是 寶貝